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我們今天來一點不一樣的開箱影片 今天9月21號也就是 iPhone的最新X Max的發售日 那小馬呢 就去買了一支 登登登 新的iPhone Max的 256GB的黃金配色 我們要回去 來做一點開箱的介紹啦 新的iPhone開箱 非常期待 好的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 最新的iPhone X Max 那今天呢小馬就是來當一個 3C達人 今天我們的目的呢就是來介紹這個 iPhone的最新手機 那我們把東西拿出來 這一次呢小馬選擇的是這個 金色的配色 非常騷包的一個配色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們這次的內建有什麼 就是充電器一顆 小的 然後配上一個耳機 配上一個Apple的耳機 然後還有這邊 充電線 這邊都是一個很基本的 很簡單的一個配備 然後這一隻手機 非常非常的貴 45500塊 因為小馬選擇的是 256GB的 那256GB之後的大小是512GB 那一隻要到五萬一千了 我覺得蘋果真的太會賺錢了 45600這隻就已經讓小馬覺得 蠻貴的齁一隻手機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機 它雖然說是 金色的配色 但其實它的實體顏色比較像是 玫瑰金的配色 那小馬在買這隻手機之前 用的是iPhone的7 Plus 所以呢剛好我們可以做一個 大小的比對 7 Plus呢它的大小 其實實際上跟這一次的iPhone X Max的大小 是差不多大的 基本上也可以說是一樣大 然後呢差別在於說 iPhone X Max螢幕呢 它都是全螢幕的 無邊框的這一種 但是 7 Plus這邊都是有邊框 所以7 Plus它只有5.5吋 然後iPhone X Max 可以達到6.5吋的大小 那小馬特地的還去跟朋友借了這個 iPhone X 也就是去年的這一款 iPhone X的大小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iPhone X iPhone X的大小是5.8吋 然後這一隻呢 就是iPhone X的Max版本 很顯然它的螢幕就比這個iPhone X來的大 iPhone X 跟iPhone X Max 在背面的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啊 iPhone X跟X Max的外觀 實際上是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放大了而已 所以如果你手上是拿iPhone X的朋友 其實小馬可以告訴你 沒有必要去換iPhone XS或iPhone X Max 因為呢他們的差異點 只有手機的這種晶片處理器效能 跟一些拍照上面的一些 手機軟件的功能有差別而已 實際上他們的差異點真的沒有很大 那現在小馬就用這隻iPhone X Max 來測試一下錄影功能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手機的錄影功能是如何 那我們就來拿這一雙最新的 昨天才到的這一雙 Nike ACG的鞋款 來做一個測試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一支 iPhone X的錄影功能 好今天跟大家開箱這一雙 喔 Nike ACG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就是 iPhone X來做錄影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這個錄影的畫質 其實感覺上很漂亮耶 它的這個錄影畫質 然後收音的部分也是用iPhone 它手機直接收音 那這雙鞋子是德國機能服飾品牌 ACONING的聯名合作款 那這雙呢是PRESTO Nike的PRESTO 然後經過ACONING的合作之後 它變成一個中統的設計 然後這邊呢還有做拉鍊 其實是一個非常酷的一雙鞋子 那2016年的時候 其實Nike跟ACONING這個品牌 也有合作過PRESTO的鞋款 那這一次呢是兩年後 再度合作這次PRESTO的鞋款 那這次的配色 有三個顏色 那這三個顏色呢 其中這雙是小馬 有機會可以跟你們做介紹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材質 都是一些很特殊的 網眼布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鞋墊內側 它是一個皮革的鞋墊 我們可以看到它皮質的 它的這個後跟是我覺得很酷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後跟的這個設計 PRESTO的鞋底 這邊是用白色的 那整雙鞋子其實是一個非常多細節的一個鞋子 那這是我們用iPhone X來做測試的錄影功能 我們現在來這邊實測一下拍照 拍這個算是室內 所以光源比較不足的情況之下 對 這是iPhone X Max拍出來的 好你們現在記住這張照片的樣子 然後這是iPhone X 那這張iPhone X拍出來的照片 跟剛剛X Max比起來 它的顏色的色彩就沒有那麼的鮮豔的感覺 然後從X Max的照片可以比較的出來 它的鏡頭是比較廣角的 來用iPhone 7 Plus拍一張 最後這張iPhone 7 Plus的照片 就跟iPhone X拍出來的感覺是差不多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再去戶外 光源比較充足的情況之下 再拍一個戶外的樣子 走 那從人像效果的比較可以看到 iPhone X拍出來的是比較暗的 iPhone 7 Plus拍出來的是最亮的 iPhone XS Max最接近人體的這顏色 在逆光的環境下使用自拍模式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 XS Max本身拍出來就有美肌的效果 不過iPhone X拍出來的效果 小馬個人是覺得最接近原本的樣子 那iPhone 7 Plus拍出來的效果 就真的比較差了一點 那以上就是小馬這一次的手機開箱 iPhone X Max 我覺得如果要買iPhone X的話 一定要買就是Max版本 因為它的版本螢幕比較大 跟上一代才會有這個區隔性 買iPhone XS跟iPhone X 其實他們的螢幕是一樣的 我個人覺得意義差異性不大 所以要買就要買iPhone X Max的版本 然後金色的配色也是一個全新的顏色 實體是還蠻不錯看的 就是這一次的iPhone 那我必須說這隻手機真的是蠻貴的 一隻要四萬多塊 Apple真的很敢訂它的定價 總之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小馬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幫小馬點喜歡的按鈕 然後記得訂閱小馬頻道 如果看到任何問題以下留言告訴小馬 我是小馬 我們下次見 掰掰